因为太多事情 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每一秒钟 在死之前都把它做好 但是又不执着 什么时候都会死 所以睡个觉也会死 洗个澡跌倒也会死 太多状况了 所以但是你要觉得 现在要坐车 科技时代 拿个手机 也会爆炸 那这个时间 什么时候要发生 主要只要你有那个业 它会创造各种因缘 让你发生的 所以现在网络 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拍给我们看一下 像科技片 灵患片 还有没有车子会车祸的 所以也有车子会飘到虚空的 这什么事情都在发生 那是一种夜宝 对我们来讲这没什么 但是各位要精进不浪费时间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死亡是必然的 轮回是痛苦的 所以要经常这样去观修 转我们的心精进 要勤修精进 富有五事 更重要啊 第一个 不见他过 记住啊 一个人如果对别人的缺点耿耿于怀 这个是没办法修行的人 这个世界哪有圆满啊 你自己都不圆满 你要求对方圆满 所以就像女生 嫁不出去的女生 这个要检讨 条件太高 苛刻 离婚的女生 这个也很麻烦 除非你是被抛弃了 那还有救 不然 你当初你的选择 但是你就是因为去挑对方的缺点 那放在你心里 你没办法修行 我出家这二十多年 我在寺庙里面 走来走去 我发现很多人来出家 就是因为他对世间的不满 而且躲到寺庙来 认为可以比较清静一点 哪里知道寺庙更难搞 难搞的人一堆人混 乖乖的人一堆人在那边 所以他又不想修悲心 那他来出家以后 那这下麻烦可大 所以我们叫怪老子跟老处女 一堆 怪老子就是男人 老处女那些女人 所以我素材给我比 这些人要小心 我们就在山上开一个地方 让他们窝在里面好了 窝在里面还不能两个睡意间 要打起来 因为他们不懂的 修行 所以虽然他外表出家了 所以各位 像我现在在讲 或是你在看 你还愿意听 听得进去是要素食三根 不然听不进去了 有听没有懂 这个法不能入心 改变不了你 所以各位你要反省 你要一直思维 像今天读的这个 你要多看 一天规定自己看三遍 看十遍 看他很熟 然后再看第二品 第三品 因为这些东西 你信了吗 你去做了吗 而不是说 有道理 有道理跟你没关系 这个药要吃下去才有用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第一个各位 一定不能去看别人的缺点 而认为别人错你 对 有这个分别心 因为有这样子的分别心 就没有悲心 所以一者你要成就菩提心 不见他过 这个世间充满过失 反而是你生起悲心最好的祝愿 黏悯对方 黏悯对方 有一点像祖父祖母对孙子 万般包容 对不对 万般包容 放纵孙子一样 要有这个黏悯心 二者 虽见他过而心不悔 就是你看到对方有过失了 你反而更同情对方 我要怎么样的寻寻善诱 引导对方 而不能说后悔了 我抛弃对方了 只是改变个方法 像我都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 我们有这么多中心 这个人好像不太适合做联络人 我不是啦 不太适合做会计 那我就会请人跟他说啦 我说你要不要调一下位置 对不对 你不适合做联络人 那你就做插花的嘛 对不对 你就做另外一组的嘛 一般答案都是翻脸 不来 不能动的 都不能动的 这边调到那边也不行 这边调到那边也不行 所以我觉得众生刚强难 只能回向给他啦 在家还可以不来啦 出家不知道要跑去哪里 不来啦 所以那有些就跑掉了 跑掉了 回到他的家乡 回到他自己的国家 所以 因为你不能给他太严格 因为他就不想改变 所以 那在这一点 我们只能生起悲心 怎么样 继续帮助他 真不行就回向给他 但是因缘到了 他还是会改变 因为我们跟他说 这是因为知道夜报到了 如果他再不改变 他这下就连来都来不了 就会发生一些中风啊 癌症啊 家里的一些很难过的事情 那他根本没办法参与这个 菩萨的工作 这是我几年来看到的 最难就是这个 但是如果我跟他讲 你不改变的结果 那不是威胁吗 他会更生气 有时候还要看根气 有些人就是不太谦虚 你跟他讲真话 他还翻眼 事实上是想要帮助他的 三者 得善法以不生交慢 那我们发菩提心 就是广修善法 那你 这个善法都不是为你自己 如果你认为这个善法是你在做 得到功德 那你只是人天福报 福报还是要轮回的 善业还是要轮回的 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善法 是要回向众生 叫敬业 回向成佛 而不是说有一个我在做 有一个我捐这么多钱 有一个你在被我帮助 所以各位要 这一点要注意 默默行善 基因德 我们讲出来是 希望功德也布施给你水洗 希望大家也去做这个善事 这样可以了 而不是因为骄傲 适者见他善也不生嫉妒心 但是别人做的 我们还要水洗 哎呀你福报那么大 能够做这么好 五者观诸众生如一只想 这八个字你要背哦 观不是用眼睛看 从你内心里面去了解 一花一草一木一只蚂蚁 都是你的独生子 要去呵护他 保护他 要去爱护众生 所以老师说 学佛就是在学爱众生 如果你这个人 没有那种爱众生 是孤僻了 挑剔了 那你就不太适合学佛 发菩提心 因为你的个性 个性 所以我发觉现在佛教里面 有一些就是这样 结不了婚 后来变成不结婚 然后又不出家的 然后就 就有一群人在那边 交交朋友 叫不结婚俱乐部 这样 互相安慰 我都劝他去结婚 他干嘛去 休忍辱啊结婚 结婚这个 这个是个忍辱 这个可以让你开悟的 你逃避也不能 因为你又不爱众生 又不想要去修忍辱 那你要发菩提心 就有一点困难 所以事情本来就不圆满 那不圆满你要么就 走完全圆满的菩提心 你不能在这个 不圆满当中 随运随运 看来一天我会碰到 一个圆满 也佛已经讲出圆满的爱 真爱 不能有侥幸 你也不能说 那我不想去爱 我就这样 不进则退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过去有发过菩提心 受了菩萨戒 像各位一样 过去今天才能受 但是你 你不想发心 想要停顿在某一个 你认为的点 夜长就来找你 一找你的时候 这个因缘一过 要等到下辈子去了 就像我一样 如果我那时候没出家 那他们会看的人跟我说 我那时候就生病就倒了 躺几年就死了 那我死是小事 因为我这个人发的医院 不能让我的长辈为我而伤心 我绝对不怎么做 所以特别是死亡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父母在 我们一定要孝顺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已经知道真理了 那你就要突飞猛进去承担 你不能保留 只能冲刺 要如此 不然这个 夜跟怨 你夜里跑到你面前 就把你吞死掉 你一定要冲 怨力 菩提心在前面 夜力反而成为你的助缘一样 帮助你 就像早上讲了 野狗在追你 所以你的背心就冲了 你不能挺准在原地踏步 不然骨牌反应 你会觉得你没有机会在修行 你没有机会 所有都会来攻击你 因为这些魔看到你的弱点以后 马上千斑万打 要打倒你 所以我们战士法师 你那天有听他讲 他是拔一个 不会吼 就提头了 众兄弟就丢袜子 丢他们给他 对 老婆都还没讲 就已经出家了 因为这并不是说 他那个时候才听 他只是 你听他讲 他本来就想出家了 对不对 只是没有那个姻缘 所以我跟他取名叫石头 战石 不会退转 像我们战江法师 也是从小要出家了 对不对 只是他妈妈太爱他了 终于因缘碰到我 对不对 终于有机会了 过去他搞不好度过我 现在换我度他 那就出家吧 对不对 衣服所以以后我怎么习惯 出家衣服要准备 要穿吗 给你 跟他妈讲 你要是现在穿我 就让你出家 有了 然后他妈就 一直打他 不甘愿 你这小子 所以妈妈这么爱你 说不要我就不要我 你楼下也不送下来 所以就没办法 你要是要跟他谈这些 没办法谈的 因为我们就是真爱母亲 才会出家 对不对 因为唯有我们也知道 要修行才能够孝顺父母 世间 只要他可以过生活 过得很好就好 像我还有福报 我有大哥 我有二哥 可以照顾我的父母 我还有弟弟 最后还是我照顾 因为我照顾吃素了 我哥哥弟弟照顾是吃肉的 所以当然要吃素 我爸爸一吃素以后 什么病都没有 什么忧郁症 躁愈症都没有 十二年没什么病 一直到往生 到往生的时候 一检查是癌细胞 已经扩散又长大 没办法排便了 但是他从来不知道 他从来不知道 他每天吃喝睡 有一些一切很好 所以就这样就舍抱 心脏衰竭 比较没痛苦 舍抱 他不知道痛苦 对我来讲 我很快乐 十二年都没有什么病苦 也没跌过岛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为老人家送拐杖 送拐杖 缅甸老法师跟我讲 为老人家的名义去老人医院 或是送给老出家人 爸爸不会跌倒 我真的送了 但是很可惜 忘了替我妈送 我想说我妈这么谨慎小心 不会跌倒 结果他跌倒了 摔断两根脊椎骨 为什么 过去杀鸡 喜欢吃鸡的骨头 又加上那两个 他不承认的多胎胎儿 那就没办法 所以就跌倒在地上 而且跌倒也不是走路 他只是喝杯水而已 他就往后仰 所以缅甸太子要找你 你没办法想 喝杯水也可以往后仰 他也想不清楚 他说我只有喝杯水 这样而已 所以 他就给你安排最好的角度 那个尖尖喔这样 缅甸太子处心积虑 所以各位 你看不见他 他看得见你 时时刻刻找你 结果准你讲 眼睛一放重 眼睛就痛 手一放重 手痛 再来 善男子 倒数第四行中间 善男子 有智之人发菩提心 以疾能破坏恶业等果 所以各位要知道 你相信佛讲的 有智慧能一发菩提心 你过去杀了一万人 堕胎一万次 所以各位写了这么多牌位 都也找出自己的原因 在里面 如果你真实的发菩提心 明天受戒 真实的 你明天再问问看 他们都升天了 他们都超度了 所以因为发菩提心 这是最重要 所以不但消除自己的恶业 一直得到九弦七主进超胜 所以你对你整个家族 对你的儿女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发菩提心 以疾能破坏恶业等果 如须弥山 这些大风大浪大灾难 今天有台风要来了 一个发菩提心的去站在风口 台风就不见了 经典都这么说 今天大海啸要来了 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写在纸上 我发菩提心丢在海里面 海啸就退了 这就是菩提心的力量 各位要相信 所以 恶业国家